我們要尊重街友的尊嚴 行前叮嚏 這群慈濟ряд僨 趁著夜幕低垂 拎著物姿包和熱湯探訪街友 先試試試 應該可以 由於街友居無定所 至公分好幾個路線 仔细遍徐每个角落 就怕漏掉任何人 三个就是他都没有鞋子穿 那我们就是去帮他买鞋子 那有的是他需要睡袋 有的是要卫生衣 八十多岁的接我阿公 把帆布当被子盖 志工还发现他的脚受伤 赶紧请仁医会医师前来看诊 勤洗伤口上了药膏 医师才安下心 其中一路跟着奶奶 来当志工的黄小妹妹 小小心灵起了悲悯之心 小小年纪体认健苦之福外 志工在这波寒风中送暖 让街有补生也暖心 大爱新闻真菜美志工 高雄综合报道